学生上班族很顺利的可以上下公车蓝23线 这里是新北市系纸的后德里站 因为公车家开人潮舒缓 再把时间到回前一天 有张树时钟的学生反应 在尖峰时刻里长为了李宁 竟然把学生赶下车 社群私讯被公开 里头讨论里长在后德里站等满人的蓝23公车 上车叫张树的学生下车走去学校 不下车就要跟学校够壮 他们到下一站这里的人全部没有办法上车 里长是用拜托的 拜托说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再站下车 对我们张树时钟的同学 感到观感不佳或是困惑 我真的再一次90公的急功说声对不起 很多学生都会在张树国小站下车 不过现在有人指控里长 竟然要求他们提前一站下车 不过里长解释 其实两站的距离非常近 而且只差了学校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里长对于自己造成学生的不舒服感到抱歉 不过他解释 一般张树时钟的学生都在张树国小站下车 步行到学校170公尺距离 但为了舒缓人潮 请学生在后德里站下车 步行距离300公尺 到学校只差了一分钟 校方表示已经和里长沟通表达维护学生的坚定立场 对于公车是否加开班次 交通局说明经过多方协调 从过去每10分钟一班车 会改成每8分钟一班车 已经开始实施 交通局会同学校以及里长到场勘查 效果显著 未来也会持续这样子的做法 不让类似案件再重演 TVBS新闻 陈冠与蔡明迅无新宴 新费事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